聽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坐 謝謝 我們繼續剛剛的這個副題 我們稍微先來看這個贏片 政治電角 注意一下文字旁白 包括雅交文的妻子周晴玉 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 以及黃新界的弟弟黃天福 結果周晴玉第一高票當選台北市國大代表 許榮淑 黃天福 以及美麗島辯護律師張德明 也順利當選立法委員 那一句話真的是經典 就是被告沒有判亂 不應該被亂判 台灣人民會用選票令做審判 後來你看到被告的家屬 一一都抄高票當選 就知道 民主還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進 台灣人民真的用選票還他們公道 隔年1981年 舉行縣市長與審市議員選舉 這回有更多美麗島辯護律師團上陣 高瓜晴隨便謝長廷競選台北市議員 楚貞昌回屏東參選審議員 結果全部高票當選 當美麗島受難家屬與律師團 風光站上政治舞台 監獄裡的說行人也不沉默 1982年 美國和北京簽署817上海公報 減少對台軍售 國際局勢的變動讓正在景美看守所內的黃信介 張俊鴻 姚家文 林洪軒四個人 決定發表一篇欲中聲明 表明在台灣完成民主 遠比為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重要 同時要求將主權歸屬 政治領袖的產生 大公五私的付諸全民公爵 我們台中的民主比統一重要 這幾個當然這個黃信很不爽快 不過覺得正的黃信是失敗 還是我們的主張政客 因為這樣我們台中有很多的寒解 結果我們就很絕心來抗議 外面也很強硬 那時候外面 你知道他們的政策也在支持我們 再度用美麗島的精神再度呈現出來 美麗島這三個字 曾經是反動勢力的代名詞 卻是台灣民主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一頁 過去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 和他們的辯護律師 紛紛成為政壇明星 也組成民主進步黨 獲得社會龐大力量的支持 終於2000年時 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 執政8年 雖然2008年重回在野 都為當事人也因為路線的差異 在政治路上分道揚標 但美麗島事件 作為台灣社會從封閉 走向開放的關鍵性歷史事件 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 無可磨滅 中文字幕提供 大志文怪軍人的致力 大志文怪神 勃落在他上海裡 有一個人、大志文怪睡 人流下去 因为你去参加压力的选举 政治业余 他这个选举基础 就是要求你带他的政樱去现场 用你的银子倒下去 你如果进去一个房间 他用房子搁开来 门帘又关起来 在里面挡一挡 你自己甘愿 又把洛在票里面 志愿意愿合法 去倒下去 倒下去出来 就是你继续关在里面 这个政治业与我積極就是 今天他依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 在1986年的9月28号 成立这个中华民国民进党 为什么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 因为他的党纲在台湾前途决文里面有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什么 中华民国 他喝到水下来 所以把民进党 民主进步党 把白湿在中华民国的条案面上 所以英文就是这样 那是他的宿命 因为他是奖金国一手打造 一手打造中华民国民进党 他设这个国要做什么 这个政党在联学里面 製造两兵 像华民国一手打造的一样 他设计比较大 设计比较小 两兵给你去抵赌 参加这个选举 你参加他的赌局 你就是支持这个赌场 继续运作 你就去参加这个赌局 结果输了什么 输了自己 把自己的未来输掉了 他把你接触中国 中国派 中国党 台湾 台湾 让你认为说 你 对中国党不断 你去找台湾 结果是不知道中国党 跟台湾 全部都是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里面 效忠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下的 所有党派 你只要投任何一个党派 你去投票 你支持中华民国 继续留在台湾 给你孤独 给你造设 给你凌敌 让你的台湾 本土台湾的公平和正义 都犧牲掉了 掌头说自己的胎 这是傲人 他很厉害 掌白人的军头巫去供酒塞 台湾就是你的军头巫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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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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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合一选举 有什么七合一 以前不要听过的哪有七合一 没有了 这大招又吃不到 所以整个轻轻作为七雷 作为算 以前最多三合一啊 哪里变七合一 要收打 要收打之前的 跳楼大拍卖 例如像这样 七合一好好算算 作为算作为处 可以够处到这个正地大招 吃吃的 回到平安岛 八道八百 做过的风流 他们就是这种心态 他们拿到整理的 当然 他就想办法 想空想胖 在生活当中 给你设局 用新闻 用媒体 透过这个言论节目 让你每天电视开一开 好期嘛 插到大小声 我也来听看看 听听听 头脚就挂起了 晶片就开始启动了 因为植物晶片 晶片就启动了 然后挂在里面 就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明明就知道自己 是建败国的身份 结果又继续在里面 身份模糊 认知不清 继续在里面 你又担在里面 明明你就出学了 又回头 又回到给担 我说就会担在这里 所以叫做政治炼狱 194年以为 赚过全台湾 已经有240万人 有领域 这个公民身份证 为什么可以发表现 因为东西 中华民国 还是一个国家 他还没有流亡 1949年12月以后 没有发行公民身份证 因为开始流亡 12月初 就开始启动 中华民国的流亡 那些体制 你看蒋介石 那个名字叫蒋介石 江开车 你看国家的阳瓶 都叫江开车 自己改名叫蒋中正 他拿什么新闻前 你看看 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他是总统吗 总统应该是公民吧 为什么是国民 他就是流亡的人 军事总督 不能参加投票 结果他一直办 选举 1979年1月1号 没有扩大选举 中华民国将何去何从 为什么没有扩大选举 那就想看看 1949年后 就不能发行公民证 因为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公民身份证可以参加 可以参加选举吗 想看看 你看看他 当然用选票令做审判 选票可以参加 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这个港口里面 管理员的选举 你去选管理员 会减轻自己的刑期吗 我去选拨10年 结果我去选 明明要出国了 你去选管理员 标识我愿意再继续关下去 这样10年年期 你假如说 我担担的 我去选票 我会想要减2当 减3当 提早出狱吗 同一样 又去关在里面 这个政策的 是谁做成的 選基有漏用吗 首先是拜托的 有指寸一下 假民主 民主还是一步步向前进 假民主哪有前进 北区 倒退 倒退路 假民主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 承担在对来的民主 非公民如何参选 他有说到1979年1月1号 有现在没有扩大选举 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战交 Chinese Taipei停办选举 中国人本来要回到中国 因为这党选举 在所有的政治点或选举 希望回不去 让中国人变成台湾人 开始假民主 他就是在台湾国际地域政策化 要开始的时候 突然间给你设局 造出一个陈咬军 台湾手边的新台湾论 把他扁开345月 里面就会说到这部分 陈咬军就是台湾国际地位 在正常化的中间 杀出一个陈咬军 把我们弄掉的 岩石就是正常化的脚步 蒋经国式的假民主 让流氓中国人就地合法 民主比统一重要 这个民主就是政治炼狱 我们把它代换起来 政治炼狱比统一重要 叫做美丽岛精神 不过美国只是采取模糊政策 设置中国党跟台湾党 在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这个路上 制造一个陈咬军 严重拖延进度 是你们让他活下来 本来中华民国到上属 要送回来 国家要夹起来 让死去的中华民国延续生命 就是这样子 假民主选举政治炼狱 陈咬军就是美丽岛精神 所以在说美丽岛精神 不用太高兴 陈咬军 是障碍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凶手 有什么好骄傲的 凶手 你看看 就像小小小 你看看 中国10%以上 投票率都那么高了 台湾人都认同了 是台湾人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留下来的 这是美国包括全世界看到的 流亡民国发给你的身份证 是公民还是国民 前几天都说过 看清楚 包括未来 让我们都在公务机关 台湾民政府公务机关 在服务的时候 白杂黑衣 請一定 要永生一冠 看清楚 才来讲 国民身份证 公民才有参政权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拼票的时候 要拿国民身份证拼票 不是公民 跑跑去拼票是不是違法 1895年 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陛下 1911年 中华民国建国首都在南京 1945年 大日本战败 藉由麦克阿瑟命令 一号命令 以借一号命令起 杜鲁门总统授权 麦克阿瑟下这个一号命令 来台代管 而两号办 流行宪法的组权 领土 人民 什么时候有包括台湾 180条 87条的宪法本文 以及12次的修宪 完全沒有包括 台湾澎湖的领土主权 唯一不用选举就执政的团体 台湾民政部 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 这真猪蜜 在台北的领事馆 那就是纳川政府 现在在讲的大使馆 大家看这 1931年4月6号开馆 1938年2月1号降旗闭馆 为什么 因为东西七七如沟桥事变 发生了 所以闭馆 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 是涉在国内还是国外 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说 是本国领土还是外国领土 稍微想一下 这个先手把这个植物晶片 把它振着 先手把这个晶片 我们试着这个解码 把它洗掉 我也没想到运作 芝纳 芝纳对一句 中国了 ok 记得哦 这有两地哦 不要打不上 马祖跟金门 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什么叫资纳 白杰黑衣 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英语说的 孙毅仙 商业宪 你看看 他说自己的国家是什么 资纳 不够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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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有大日本帝国的 那个首相 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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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全国 市场 以 汇 日本工商 资纳 都是说自己的国家资纳 沿用 这不像 有不为人知里面 这不是抗议哦 这次还是他自己 在美国的一个档案资料 1904年在美国出生地证明被捕入狱 这档案照里对 美国国家档案局 伪造出生地证明 就被捏掉了 来 我们捏这两点 资纳不宜专租款 这会捏 留望政府不得租地合法 黏黏的哦 靠印象哦 我都一直听人说 嘿 好好好 OK 不得租地合法哦 来 这人知道吗 这人是什么 白人 白人 他说他中国一 政客 我问大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简称什么 中国 全世界没有 可以分说 我是自由中国 他是共产中国 通通都叫做中国 我们再看这几天 发生了一个新闻 真有趣哦 淡江大学 103年的学生会 政府会长的补选 淡江大学也有中央选局委员会 他大学哦 内地有怎么有政敌呢 其实我们小学都有参加过 参班长 那都是啦 你看看他这国籍哦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跟这 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 这边是海军军旗哦 要记得哦 这帮楼子自己去看哦 你看看这猪鼻在这里 很多航空鱼啊 哎 这五星期内会发现 这全世界看得很正常 同一国的 这怎么啦 中国人说中国难民 你拿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一律把你当作中国人 刚才我就说了 他就是中国人 你拿那张身份证嘛 你有办法证明你是台湾人吗 刚才拿去张身份证 你看看你上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 所以两个这会算 三个这会算 正常啊 哪有什么不正常 这个护照很出名哦 他的护照颜色完全符合 流亡难民的身份 土博的流亡政府 使用的护照颜色也是绿色 Green Book 特别找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难民护照的辨识色 这是绿色 既然是难民的护照 你家台湾有用吗 多辞一举 这更加 你过海外的时候 人质疑你的身份 你可能贸牌要冲 过关 比照孙雯的模式 想要通关 就给你 你稍等 你娘等 正常人过关 有什么我拿这本就给他们留下来 原因在这里 各位给你问 你有什么由来我们国家 跟你约谈 原因在这里 难民 为什么执行转型正义 了解本土台人 为好业变散车的原因 你看看哦 一九四五年八月 米一大金 譬如说 多少 两角 一九四九年四月 一大金像多少 四千块 一大金的 白米 四千块 吞得到的吗 吃得到的吗 所以很多人 吃寒积 原因就会回家来 所以主要原因 就是 今次当时 就着 游鸟军的油性 由丹兜到 丸南 越南也是 中国占领军 透过麦克拉瑟一号命令去 占领 接受 这个大日本立国 的投降 军队的投降 一直 这两个所在 把白米 跟民生的物资 来运出 走到中国去 来支持 中国国民党 军队在国共内战物资使用 白贼白饪 一直 外南白吃白好 台湾同样 所以有这二百 什么 卖丝烟 跟欧白 跟打 跟 跟 農 就是要来 他想说 他占领军最大 让这个大日本 台湾岛上的物价 膨胀 甚至是 造成外南 因为 其他 四期的外南人多少 120万 那么多 这就是外南人 为什么 特别 厌务 这个中华民国 他本来是 很特地 中国对吧 这是长期以来的纠葛 但是 特别 讨厌 中华民国 原因就是在这 所以 青天白日的 这个旗帜 在越南飘洋 也至少麻烦 这个 去年的 在越南的河境省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个台商 跟这个越南人 发生 冲突 结果这个台商 跟 抢 我是中华民国人 要不然你怎么样 结果叫东中 叫越南人 怕死 在旧年的 这个 新闻 所以 等会让大家去查看 越南的河境省 台山发生的 这个 新闻 台湾 台湾人就是 换了施德格尔摩 正后群 凶 向这个 中国难民 乞讨 死报的中华民国 怎么能够得到解脱 中国难民以4万元台币 新台币 换1块钱的难民币 台币 4万块 本来叫做台币 为什么叫做新台币 不正常的 你想想看美金有叫做新美金吗 欧元有没有叫新欧元 英镑有没有叫新英镑 有什么台湾这个叫做新台币 这是不正常的一个币字 就是三年底的一个流通的 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战争犯行为 转型就会就是还给本府台湾人 公平跟正义 台湾关系法听证会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叫做王仁祥 他有讲过 里面有一个重点 他基本主书里面 疑很小 大家有看一个重点 他这个提出法案 你看看当时美国国会有100个 中议院有435个 这个王仁祥 跟这个培俄联手了 今天自己分量不足 讲出什么 郭雨昕 郭雨昕这个人形意没法度 所以请一个阻力叫王仁祥 帮他处理 结果三个人 去研究这个台湾关系法出来 决定台湾人往后的命运 三个人 你看看 看有恐怖 台湾关系法是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法 就是美国国内法 台湾关系法是事关美国当局 未回避其一战争法 因在日本 台湾设立台湾 美国军政府的责任 而令在台的中国人 将本土台人纳入体制 以代美托管 美国费心考量占领方 流亡中国人的人权 制定台湾关系法 却全然 无视被占领方本土台人的人权 所以美国共同年十月二十 我们比书长也够了 欢迎在这里 你们看 刚刚开始有说到台湾关系法 第十五条 内容在这里 方大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何之前 美国生人为中华民国的台湾 敌理当局 之后的 他名字就叫台湾治理当局 为什么本土台人要先使用双票 搭造的政治 联合 关到现在 想造成的 假的民主 又或本土台人 领中国难民证件 营造支持Chinese Taipei 可以滋留台湾的理由 倒票 你倒票给他挖下去 你本来要回去了 别跑 你不挖 对了 但是你用双票挖同样 而且力道 志愿意愿合法 力量更加大 比你清新去挖 更好 错误的主权归属认知 祸害子孙 关在政治链语里面 台湾的问题在里面 因为美国当时 不跟人上 跟所有人说 完全是一个 很多人都因为殖民地 只有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九九 都因为台湾是市民地 殖民地 我们回到北方问问 问问你的朋友 同学 甚至乡亲 你们问问 台湾是 以前是什么总控 他们说你的殖民地 相信很多人 这为什么会这样出来 教科书 教科书的教育就是这样 错误的法理认知的起点 有才来 所以来 就有一个大堆的人 就这样来 你看这些人是什么 殖民 错误的台湾叫做殖民地 所以已经为台湾独立 所以 这个1952年当时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的生肖 在台北组织 要做烈士 要做革命烈士 台湾独立武装 革命武装队 准备刺杀 军事总督蒋介石 冬年的 头头去日本 这个湾头就是 每天 我们每天来说 包括教科书 所有的书籍 都给你管 说要殖民地 殖民地 所以很多人就走不着路了 修仙知道的 他没吃 没吃这碗 共云汤的人就去台湾了 我不要领你的身份证 来动作 共肥 给你处理掉 你娘呢 望光就叫催眠去了 我们等到这个1971年10月25号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是退出吗 将冠出来 来分析给你看 在联合国 China的这个 时事上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文简称 坐在民党 唱到 嘴巴开开 中华民国 应该要改成什么 金马民国 流亡到台湾 以拥有金门跟马祖的主权 有自己的领土 人民主权 国旗 国歌 也可以立宪 他是一个管理公司 所以他会什么 当年都要收管理费 就是课税 他人的物业管理久了 就成为他的 有道理吗 那参加一间公司 老闆没用 他请管理公司 来来关所有的人 跟公司内部运作 关注这间公司是他的 对吗 老闆跟当事长 在这里 所以这有问题就在这里 这就是管理公司 强关共产滩以下 忙碗走错冤枉路的台湾人 这些管理都是 这军事总督 在看 都穿军服 不穿西装 公投赴台湾联盟 台湾可以公投吗 台湾是不可以公投 因为台湾里面有两种人 本土丹人跟外国人 这个地方里面 本身 领这个 他们说的合法证件 他们讲的合法证件 其实是不合法的 那像 譬如我 今天进来 我领这个 识别证 048 048是代表我的名字吗 不是 但是我真正的身份在这里 在管理员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他们 很清楚 我们的身份 但是 我们就因为说 我们的这个识别证 这是我们的身份 结果不是 我们要去 管理员那边把身份证 自己真正的身份 换回来 得到自己的法理身份 你才能够走出 自己正常的路 不然你拿这个 识别证去外面 还可以代表自己的身份 不可以 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就是一个识别证 就是这些管理公司 为了好 方便管理 本土台湾人 所以他就 藉着这个国民的身份证 来给他管 所以先称 台湾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 晶片身份证的重要性 就是在这里 吹到自己的法理身份 而不是政治身份 政治身份 你就管理的政治领域 你就管理的身份证 你管理 老在那边 你不愿意出狱 所以你管理那份 监狱的难民身份证 你就管理那里面 那时候 就当中国人做的处理 因为没办法辨别你的身份 转型正业 集合 势必会遵守到重大的损失 台湾国临时政府 这就是台湾 减到楼 他也是因为台湾是殖民地 这个呢 同样 中华 中国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看清楚想明白 像谁说 谁独立对谁战 中华民国想独立 不等于台湾要独立 这06年的5月10号 华盛顿特派员 这个 讲到这个 美国国会院副国卿佐利克 那年的5月10号 在国会作证时明确表示 是独立意味战争 很清楚美国的国务院的态度 叫台湾不要叫我独立 要在的是中华民国独立 跟中国无关 台湾并不需要独立 为什么 台湾这片土地有主人 是什么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那像我们去住人的家 把家库做家库 我们去做一片地 去工厂 行业 同样 土地有地住 家库处住 我们去住人的家 不像说我住在这间家 在这片土地的工厂 去69年 家库住69年 这间家库 我的这间工厂就是我的土地 也我会 可以吗 不可以 包括所有 所有的东西 有什么要记得 我们现在家库 拿到这些 土地所有权壮 房屋所有权壮 其实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暂时的 管理权益 价格的所有权壮 所有权壮 日本天皇 要记得 有一些天兵 在帮路上主党 我自己有自己的土地权壮 我有房屋权壮 我家里 我自己一个人 我要自己成立一个国家 我要独立 有这样的天材 他就是 人生不穿就是 有这种天才的想法 你的观点决定你的选择 是非 还是立场 这是红的到红的 这是台湾只有立场 没有是非 这两个事情就做一个代表 核能发电厂 应不应该兴建 不应该嘛 为什么还要投票 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做 为什么要投票 就是要务 选择 有钱要够 高速公务收费站 到现在e-tech 同样 我们要拿去那块大拼 设计 假民族 是制造陷阱 设局的背景 就是政治恋狱 这个流程 你看 大家要看 每天 电视 开开 想起 听到 都是 出一个疑惊 炒作 不满意 控育流行 改投后 选拟完 收购 继续又开始算 这叫什么 政治恋狱的循环 这叫做恶性循环 在那里面 你本来可以过的 政兴法 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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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出来了 政治恋狱 政兴是要走这条路 国际政兴法 里面 线粮 完结 被线粮区 竟对 冠时间 一期兵和 就必须要抵冠 宣战 哪有看 这个1941年 12月8号 罗斯福 在他的国会宣告 他说 大日本立国 邪恶大人民 这边有 帝国 他说明 国会的 那12月8号 向 大日本立国宣战 是美国的国会 向日本立国宣战 跟这个军事政府成立的 于战争的期间 停战 军事占领 就是1945年 10月25号 就开始交战国 军事占领 当时是应该要在 台湾 由美军来庆祝 什么 结果没有 他派什么 中国占领军 而且乘以来 他把台湾总督府解散 大日本帝国 他的行线机构 台湾总督府 解散了 并不代表 大日本帝国灭亡 因为行线机构 不存在 也不代表 日本帝国不见了 你知道 日本 大日本帝国的代表 是什么 你知道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国就存在 美军说 我看不到 台湾总督府 所以大日本帝国灭亡 不是 大日本帝国是因为战败 被 那个主要战领全国 压制 所以说 现在没看到大日本帝国是因为被 被压制的状态 并不代表他已经亡国 他应该要成立 人民政府 就是 保护当地平民生活 军政府进驻 所以过后 所以今年 今年6月 美国就进来了 美国美军就进来了 所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年6月份 6月份到 向联合国潘基文 递交抗议书 说美军侵略台湾 好笑 潘基文不予受理 因为很了解 就今天和平 那23条A款就说了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中国的 shut up 不可以再说了 这个政党后 生理民政府 就是说这个 Civil Governance后 后来就政党法的政协 政府出来 国民国会 憲法国旗 这是一般的国家 当然 我们台湾 这个走法 将来是 恢复到 正常的一个国家 是回归 日本天皇 结束军事占领 测军完成 到主权完整的移交 这是正常话 但是呢 他为什么 每天新闻 保安 暖七八糟 都没有平安 好平的一天 因为他製作不好平 可以 研究 线而已 还套过 选择 你去投票 电党加强 他留下来的 合理性 电党的 每天 港港 资金收益 22K 港 18K 后面 15K 甚至更少 要贵 自己投票 做到 从今天 台湾国家的观念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Report of China is China 天皇主权下的统一 叫大日本帝国 天皇主权下的 autonomy 自治 叫大日本邦连 common wars 1895年到1945年 大日本帝国殖民到天皇主权 1945年到现在是蒋军团 代理占领 就像合约 或台北合约街 没有提到主权的转移 台湾主权 仍在民治宪法的架构下 虽然台湾 总督府 被 成疑 中国占领军解散 但不代表民治宪法不存在 因为现在日本国的和平宪法 是根据 日本的 大日本帝国 宪法就是人家讲的民治宪法 根据他的修正案 改掉这个第四条 跟第九条 成为一个新的 国家 就是和平宪法的由来 所以说 人家说日本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没了 不对 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没了 要现在日本国宪法 外对来 所以要注意一点 1949年到现在是共产党政府 1927年到1949年 国民党政府 原仕凯 承接清地权 1912年 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下的中党党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下的国民党 叫做中华台北 流亡状态 Chinese 中华民国下的民进党 叫做中华民国 假的中国 我刚才有说过 中华民国下的统一将引发 中国并吞台湾 中华民国下的台独 重要哦 你要做中华民国下的 将引发 美日安保攻台 这样做中华民国下的 要注意 要面对什么 美军 跟日本的国防军 的攻击 你有那么多人可以死吗 想要当劣势吗 不要说了 美日安保条约有说 谁想要窃占 日本天皇的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就必须接受 美日安保条约的制裁 同样 像伊拉克的 海山 包括冰拉登的 叫做戒灭的同样 我相信台独 主张台独的人 看着这 肩膀冷了 台湾一直是日本天皇的部分 美国是太平洋战区 主要占领全国 这是台湾真相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台队的利用 上市总控制 像官网 大家去看 天皇主权 这百度 没看过 请牙手 这张图没看过 请举手 请大家举手 有看 没看过这张图的 请举手 这样我才知道说 到底有几个没看过 有讲过了吗 好 OK OK 让大家都清楚了解 领土不能因战争失败而被割让 这是万国公法的规定 台湾主权属日本天皇 那这五项判决 等一下要讲的是 他目前还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 讲到这一点 这张图有讲过吗 没有啦 领土跟殖民地的不同 领土跟殖民地 首先看到这个殖民地的部分 殖民地就是占领或被割让 因为这个是非天然产生的 所以先管你 先占你 再割让 再附加什么 保护你 主权义务 领土呢 是先有主权义务 再有主权权利 这是自然法 万国公法 里面 先屋嘛 先保障人民的安全跟幸福 再来 延伸到他的主权权利 就是管辖 这主权关系就很重要 大家要清楚了解 如果当时台湾是殖民地 那么旧经商和平 条件日本放弃 台湾的主权权利 主权义务自然就不存在 你放弃这个 放弃这个 这个就没了 放弃这个 这个就没了 但是这个不能放弃 这是天生的 那像这些小孩生下来 你就会让他们是不受的 就定期了 你敢说 我要 登报作废 这个跟这个小孩断绝的关系 不可以的 你永久 对他的监护权 永远是存在 这有哪个自己的父亲的 这有哪个参与说领养 但是你不去附贞事务所 登记 台湾是在1945年4月1号 赵和天王透过这个行献造书 行献造书 把台湾人 台湾这片土地包的台湾人 就直接 变成他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跟臣民 不用经过帝国议会 所以说 叶造书 叶造书 他的权力是比帝国宪法还高 原因在这里 因为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生肖 是套贵天皇造书 让他生肖的 所以天皇造书的权力 是大于宪法的权力 这基本概念 大家要先建立清楚 大家不要听过 现在要严重 就像和平聊天 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力 所以主权义务是在主权权力之前 都已经形成了 所以放弃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主权义务就存在 这是万国公法的准则 世人必须遵守 就像小孩的监护权 要注意 所以 占领不得宜专出款 美国是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要负责占领义务 不然就要离开 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就是这样来 这是第一件 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到第18任 使用的钞票 叫做台湾银行券 殖民地时期使用 第19人是 演过天皇陛下根据万国公法 他有过1937年黄明化 黄明化这个造书 我自己介绍一个重要的人 崇光魁 崇光魁就是签1945年9月2号 投降书的崇光魁 他当时是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 军需大臣就是 吉田茂 吉田茂是后来 签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8号 签和平条约 然后在1952年的 4月28号生效 有人说的开罗宣言 波子产宣言 跟日本的投降书 现在还有效吗 基本上这三项文件是因为 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的 4月28号生效 这三个文书变成历史文件 要记得 是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为主 有个说台北合约 台北合约里面条款有说到 一切所有争论 接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范为主 大家要给 旧金山和平条约其实 它是建构在万国公法 其实它是跟宪法是同等级的 大家要注意 而且它是经过48个国家签署 领土时期输用的 这个钞票 要看日本银行券 这是东西战争的关系 所以印在台湾银行 中国人为什么在台湾 因为被联军指派在别人领土上 接受日军的投降 这三个阶段有讲师讲过吗 有看过吗 看过了 OK 这个就是刚刚看的一个中国政策 来内有重要的观念 美书町有讲 很重要的规范就是 军事政府占领的托管地 是重要观念 这个有讲过吗 有看过吗 这个图 没有 这个就是重要观念 我们台湾目前为什么会这样 军事占领他国 光复是在本国 改编历史 任杰作 政府开始这一九四五年 接受变公共 发行流通券 将错就错的政策之下 在1949年 美国不知道短短的四年 中华民国就变成流亡政府 所以 一九四年十二月车呢 流亡到中国军事政府 政府占领中的大日本帝国 台湾台北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代表整个中国 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后边这个 很坏落台嘛 所以他结局 设一下一个局 但是这个呢 这个局势呢 是因为韩战 旧了蒋介石 1952年 就这样和平较为前 生肖之后 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分别 前面叫做分配占领 之后呢 代理占领 所以就这样和平较为是个界限 而且有一个重要观念 中战日 我现在要先问一下 任委 1945年 8月15号是中战日的请举手 大家都要走 1945年的9月2号是中战日的请举手 认为 这个应该有问过吗 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要举手好不好 这样我才知道 等一下要不要讲这个 然后1951年的 9月8号是中战日的请举手 好 谢谢 那认为1952年4月28号是中战日的请举手 好 谢谢 他还没耳朵就不知道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正确的观念 正常是 就像和平较为生肖日那天 就是1952年4月28号 这是叫做中战日 因为就这样和平条约签署之前 都有可能 包括宣告投降 签投降书 到签署 就今张和平条约 到就今张和平条约的生肖之前 随时都有可能 产生战争的情况 随时都会战争 两期中战 就是旧经商和平条约 生肖后 这是真正的中战 所以重要的观点 然后1954年的9月份 杜勒斯 美国国庆 他有来台湾找蒋介石 所以可能在说这个中美协防条约 他就是设一个局 1954年10月23号就是 他们说的民国43年 制定这个国旗国会法 就是立法院 他们的立法院制定国旗国会法 他们说他们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由中国来 走来台湾 一直来都是国旗 请问一下是怎么在这个地方 还要画蛇天竹 第1954年12月23号 各位设计的国旗国会法 那就是设计 这个中美协防条约 来生肖 主要的条件是什么 两边签约的两个 两方 都必须是国家 中美协防条约 也说 破例譬如说美国跟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的 这个条件签约 这样现在美国就能跟土埔签约 美国跟土埔协防条约 不行 所以他既旧就是说 把中华民国的 那个党会当国会 海军军旗 动作国旗 所以设这个国旗国会法 然后 一个月后 过多月就是1954年12月3号 中美协防条约 生肖 他这个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美协防条约 他就是让美国吃到一个天堂 就是在1972年 美国 这个中华民国在台北这个流行政府 他跟美国 买了48架F51 跟小牛地腿空胚弹 吃到利 吃到好坑的 所以后来1979年1月1号 中国跟美国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的东西 今天这堂大厅吃不到 修一个美国 跟台湾的台湾关系法 让这堂大厅继续吃下去 所以大量军构就是要来 欺骗世界美式法理 就是刚才说那些色谷 政治链给你搞独立 什么美丽岛事件 就是设一个政治链域 本土丹人 加以这个来内 去算金一直算一直算 算到现在 本来他要走 要安排他走 结果一直拉下来 做成今天本土丹人 艰苦到今天 政治严格是主要的这个方向 大家出头天 就是因为这个冠军 主动协助我 结束内战是ECFA 大家说 奇怪 怎么会ECFA签对台湾好吗 其实ECFA签对台湾是一种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让中国的流氓政府 包括中国难民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回去 终止内战嘛 两个人已经结束 已经和谈了 所以他也没理由流来 台湾关系法也要选择 所以美国必须要禁忌 既然我们和平 那一种 他的美军派来台湾 庆祝站而已 你看那东西 你看 撤军30年 都在7月2号 然后 7月4号 台湾民政府驻美半四处的挂牌运作 这后边就是美国 就同样安排好好的 大家看看 一个台湾两个政府 战争结束后本该没有交集是两条平行线 所以我们会记得 我们所有的东西要记得 我们 在台湾民政府 听到这些课程后要注意 我们是依法理至上 我们没有必要跟台湾治理当局直接对抗 因为两条平行线 他们走他们的政治台湾的路 我们走法理台湾的路 大家 保障免礼 法理至上 大家尊手法理 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这条台湾国内地位政策 给我的路 把走 感谢大家 杨幂 各位同心 卡绯肉管长文精 各位同心